大家好,我是民建聯的陳鶴峰 明天我就有一條口頭質詢在立法會裡面進行 裡面就會問什麼呢? 就是問現在原來香港有700條村莊 700條村莊裡面有不少的村屋 其實樓齡都超過50年 很多都日久失修 已經需要進行重建 不少人跟我們反映 原來他申請重建的時候 排隊搞了十幾二十年 都未得到政府的批准 所以我明天就會入口頭質詢 問問政府為什麼要搞這麼久? 希望大家關注這個議題 都多點留意